今天Mika醒了我的朋友 HALUHALU來跟我們一起休息 一起看看最近日本的HAYMAN打卡想吃 第一次我們來到Anywhere Door 試吃懂得出煙的 DORACOMER的Itsu 它是循璃的 真的嗎? 快點溶掉 馬上發聲 現在到了動物園 當然是一個叫動物園的雪糕店 這間動物園就在原宿電器商會裡面 雪糕有老虎、雞仔、豬仔、大象等等款式 還有雙球和三球選擇 買完還可以入粉紅色的雪糕自動販賣機打卡拍照 又或者去店裡的彩虹光罐前瘋狂自拍 因為它的髮型很好 真的這麼好 真的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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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歡打卡的朋友 一定不可以走步了 Long Longa Longas 是一間出名最長的小食店 每種小食都有三種長度給大家選擇 而最長的長度更加是日本第一天 我選了一個大小的小小的小的小小的小小的小小 我選擇了非常強 很可愛 這部分是一種小小的小的小小的小型 真的很難 我今天就來到了Totty Candy Fashion Shop 這裡的綿芽是有名的 對 但今天我來介紹一下 這個 KITTO 它現場原來有一個派桶在這裡 好吃 好吃 我真的覺得好吃 三寶寶當然要買回女人的天性 就是去購物 有我們的目的地就是平民雜貨店 Vigo135 上年新開的Vigo135 主打生活雜貨店 店裏有不少商品的價格 100日圓、300日圓、500日圓 堪稱平民雜貨天堂 曾經Mika都以為原宿只適合學生妹去 不適合我們這隻歐巴山玩 不過其實這裡真的有很多高質打卡小吃 平民雜貨買 下次來東京 記得找人走原宿啦 訂酒店 長日 Light Japan